先用文化重点时间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4月23号花莲再度发生了强震过后 其实有诸多的楼房也变成了围楼倒塌 而特别危急的就是富凯饭店了 这间饭店是位于花莲市区金三角的商圈 平常出出入入办公的人就相当的多 现在楼倒过后希望能够尽速在两周之内拆除 但是拆楼之间要先稳固 要等待8米的路基稳固整个楼体之后 这个重型机具才可以进驻 而今天不少花莲民众就已经目睹到 全台湾的维尔两台的这个长臂拆除机 已经完成42米高42米长的这样的长臂的组装了 现在就等待整个地基稳固的作业确定之后 最快稍后晚间8点就会开始进行24小时的拆除 不过这个长臂机在工程界有一个绰号 就叫做陆夫号 造价相当的不便宜 大约是6000万元 而前面就会加装切割机等各式各样的工具头 而现在其实施工单位说 要拆除这间饭店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路非常的狭窄 而且腹地非常的小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作业空间 还有回旋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近期封面来袭 雨下不停都增加了拆除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目前其实他们的拆除方式 跟天王星大楼上有某种程度的类似 都是由上往下拆 那么预计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这栋围的危机 长长的手臂就放在马路上 有人指挥 有人安装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外手在一旁辅助 调整方向对准卡接位置 工程人员得先把机具安装完并 才能继续后续作业 大型机具进驻富凯 在没有发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上到了长病式拆除机的驾驶座上 站在这边操作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前方没有监视器操作全屏肉眼 虽然车上有荧幕 但只负责看周围状况 一便宜就会逼逼逼 实际操作真的得靠技术 手臂比较长 所以会比较不好控制 目前没几个 因为那个高度的关系 要开过 要训练过才会开 不到十名工程人员会操作 目前调派三人到场 而且这种一千型拆除 重机具很稀有 全场加装大哥机蝴蝶剪 可以到四十二公尺长 等于十四层楼高 而且一台要价六千万 全国只有两台 其实这台机具是零四零三 从宜兰调派过来 天王星拆除作业的大工程 原本以为结束了 结果这回再次紧急出动 真的还好及时喊咖 没掉回去 否则又得花破百万的运费 就算在富凯大饭店这处忙得焦头烂额 另一边的统帅大楼拆除工作 也得加紧脚步 原则上24小时连夜拆除 因为拆越久越危险 只能尽速赶工 判如期完成 TBI新闻王星堂林立严 身份花脸采访报道 不过究竟已经破千期的余震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恐怕观众朋友近期还是要做好 对于地震的预期心理了 我们带你看到呢 其实中央大学地科系的教授就说了 其实过去发生大地震过后 本来陆陆续续一年之内 都是余震发生的期间 而家中的建筑是否足够安全呢 我们带你看到这一次呢 其实在花莲墙镇当中 会出现楼岛倒塌的建筑物 都有几个特性 一就是他们的一楼往往都是挑高 并且呢 这种间隔墙是比较少的软角楼的特征 一楼的挑高高度高 某个楼层的墙面 是比其他的楼层来得少 所以耐重力也会比较差 那么另外一方面 底层呢还有大型的开放空间 就会变成头重脚筋的情况 所以才发生强症之下 低楼层呢通通垮了整个 来楼层下移的情况 而有很多专家认为呢 接下来大家要投入一身的心血 还有金钱去买房的时候 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除了这整体的结构 要看仔细之外 其实有一些制度性的条件 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比方说不要买10到16楼 因为这也算是高楼层 但是总高度在50米以下 其实他是不必来结构 外省由第三方来进行结构的检验的 这是专家给予您提供的一个建议 而接下来呢 陆陆续续这几天呢 大家都说现在在台湾 感觉不是在土地上 而是好像在船上一般 似乎身体都会摇摇晃晃 确实真的余震不断 从4月2号到现在呢 其实余震的能量 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才有办法陆陆续续释放 而这个严教授就表示 92110个月之后呢 其实还发生了6.5的余震 所以接下来现在大家呢 其实都要对地震防灾 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可是他同时也提醒 大家也不用太像惊弓之鸟 根据他们过去研究的 这个地震的硬力效应 光是在受风附近的余震 应该就会很快落幕了 我们今天的记者也在 在风冰箱花莲风冰箱水莲村来直击 由于当地呢 受到好几起余震的影响 很多人的家里都出现了天花板掉了 还有地面的瓷砖裂开 根本不敢待在家里 他们只能睡在门口或者是车上 熟悉的家全变了样 天花板层板几乎掉光 灯管脱落摇摇欲坠 吊扇也只省下电线 雨震不断在水莲村的住户家中 也是乱糟糟 除了天花板将近一半都掉了下来 可以看到整理好的层板 现在就摆在墙边 加起来数量超过百片 家中乱成一团根本没办法住 水莲村位于多起余震震殃 这几天从早到晚震不停 村民有家归不得身心疲惫 却没办法好好休息 上百户几乎都有灾情 还有人连厕所都没办法上 浴室隔间墙整面倒下 满地都是砖坏瓷砖 洗手台也垮了 住户心痛后续修复 又是一大笔费用 现在物价都那么高了 也不知道够不够 就有二三十万也够不够也不知道 村落交通也大受影响 寿风三号桥路面凸起 裂缝超过三十公分 现场堆砖头管制人车通过 村长说目前比较缺食物 大约十多人因为余震不敢回家 需要睡帐篷 还是有许多受灾户心疼加毁损 移疑不舍守在门口 第一遍新闻 玲珑士张宇曼蔡幸宇花莲采访报道 不过对于很多花莲人来说 他们想问余震到底何时会过去 我们带您看到根据过去921大地震的经验 在半年到一年这个区间之中 到底发生过几次的地震 而这个规模又来到什么样的等级呢 在921的地震过后 余震的次数规模6就有8次 而同时呢规模5有41次 规模4以上就有97次 而三周之内的有感地震 也达到了146次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说在花莲402强震过后 这个余震的幅度跟次数 比起过去以往 是有超过的几率 超过的比例 我们看到403强震过后 规模6的余震有4次 规模5的有56次 规模4的有241次 都比921来得更多更显著 而且三周之内的地震呢 来到了301次 这也不外乎为什么 大家刚刚看到的是 花莲封兵水莲村的居民 他们真的不敢住在屋子里头 而同样呢 居民没有地方可以住 不敢回家 学生们他们也不敢去校舍来上课 由于当地的校舍受损相当严重 这是过去呢 恐怕是921到现在25年以来 花莲受灾最为严重的一次 初估呢 体育高中有88校受损 而灾损的设备呢 就达到了2500万元 但是零零总总呢 光是学校方面的这些损失 要来修复 恐怕都要破亿的金额 任天要地道走廊的装饰 左摇右晃 美丽的校园惨遭蹂躏 办公室物品椅子全倒下 就连电脑主机也摔下地面 直接当场解体 这边是上次那个 零次零三地震的快掉的影片 这边两台主机都倒 然后那边的主机也有倒 就是都倒的 学校外墙多处军列 砖块剥落为了确保 孩子安全都先围上 逢所见 花莲水林国小就在正阳附近 灾损随处可见 对于师生们来说 心里都是煎熬 所有的师生 心里都不是很平静 23号晚上的时候 全村人大概都睡不着觉 那有几个家人也跟我反映 他们都住在家的外面 甚至自己搭帐篷 虽然害怕 但房灾演练没白学 一停到广播 学生拿着书排列整齐 赶紧到操场集合 花岗国中状况同样惨稀稀 东西倒了倒坏得坏 瓷砖破一个洞 裂出一条缝 感觉随时会整片脱落 虽然都有受损状况 但不影响上学 心里国小也很严重 操场中央出现长长的裂缝 只能先在危险区域 放上三角椎警戒 我们会到学校去献看各个学校的灾损的情形 然后做一个申报 统计0403地震有88校受损 23号又新增31所学校损失大约858万 不断的余震要恢复校园 还给孩子们安全的上学环境 都得面临重重难关 TBI新闻高中也身份花莲采访报道 而这次跟921对比 余震的幅度跟强度都来得比较大比较高 而且呢也有很多专家观测到 这回发生到许多次的极浅层地震 也就是这个深度不达5公里以上 从4月23号到24号 就有21起极浅层的地震了 而过去呢根据我们的经验 其实极浅层地震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花莲特别的有感 而专家也表示 为什么都是极浅层地震呢 因为上一回发生的地震的时候 都是比较深一点的地层正在运动跟错动 反而是上方浅层的地方的能量 还没有进行释放 而且呢也有眼睛的民众观察发现 这米伦断层沿线就至少出现了 三栋的楼房倒塌 而接下来米伦断层是否也有运动或是错动的可能呢 专家也解释 如果要再错动的话 根据他们目前观测到的资料 几率是比较低的 地震一来整个树林摇摇晃晃 还有大量的树叶被摇落 架设在花莲县风冰箱 基奇村的自动相机 记录下零四零三规模七点二强震 主震至今二十一天 发生大大小小的余震 不过这几天的余震 有多起都属于极浅层地震 也就是震源深度三十公里以内 从二十三号上午七点到二十四号上午 深度五以内的地震就有二十一起 因为他动当初动的时候是在下面动 上面还卡在那边 那你跑到地震跑到北边去 北边的能量一直在释放 所以那边也释放的差不多 所以南边这个主震的上盘 这比较浅的地方 还一直卡在那边 深度越浅的确民众感受越明显 不过从北边硬力调整到南边 从深到浅都属于正常的能量释放 过去我们针对这个区域的特性来讲 大概不会有 大概就一两天就结束了 但是一两天它很密集的地震 所以你看今天第二天 它的地震频率就减少了 虽然这次地震和米伦断层 没有直接关联 但位在米伦断层上的三栋大楼 都不敌这次强震 再看看先前两次和米伦断层有关的 1951年和2018年的地震 也都带来不小灾情 居民难免担心 未来米伦断层如果错动 致灾性会有多高 二三十公里的断层 它要累积大能量 要很长的时间就是 不会是几十年 那一般来讲都要上百年 几百年以上就是了 2018已经释放了一部分能量 所以你未来的话 你要再累积到一个大地震的规模的话 那相当一个 有机率相当低 专家也说 区域能量已经释放差不多 但余震可能还会持续半年到一年 民众还是不能轻忽 而地震过后 您家里是否多多少少有出现灾损呢 提醒您自己的权益减税的补贴 不要忘记了特别是五月又是报税季 我们带您看到呢 其实受灾户呢 其实有五个税务可以来进行减免 主要是营业税使用牌照税跟娱乐税 还有房屋税跟地价税呢 主要是针对在这次地震当中呢 如果您的房子被贴上红单是围楼 红单呢没有立即性危险 但是结构出现损坏的建筑物的话 房屋税跟地价税通通都是可以来进行减免的 而与此同时呢其实国税局 他们也有进行整个的申报简化的流程 本来他们的审核认定必须要列举 灾损的扣除额 扣到保险救济金 那么目前113年的纵索税也 减除了无限额这样的限制 而同时呢也简化了灾损的报备程序 像是书面审核的准备呢 提升到30万 那么不用派人员来实地勘察了 而重大灾区的申报期间呢 也延长到3个月以上 约大只好现在渔镇频传 不晓得什么时候一个渔镇来 又造成了人民的财产的损失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带您检识到 频频的地震过后 如果您才刚刚交屋住到这样的新屋 是否也会有心有疑虑呢 在宜兰苏澳有住户今年才刚刚入住 却忽然发现他们的新房子 常常呢地面放了宝特瓶 会滚向某一个特定方向 质疑地平有问题 甚至厕所的门也会无缘无故 自动来关闭 他们觉得整栋大楼 似乎出现了倾斜地基有问题 要求建商找第三方的公正单位来测量 但是屡屡被拒绝 只要一放到地上 就马上往房子的鞋后方滚 就连浴室的门不想关起来也没办法 我们的门它是会自己关的 走到一楼下着雨的天气 所有积水都往同一个方向流 就怕流进梯梯 住户只能自己拿纱包将大门堵住 水瓶然后掉在地上 那就开始一直往那个二旗那边滚 然后后来每一个住户都试了 就发现一大度这样 在家里就是很常会觉得很暈 然后走户其实也会不稳 才刚交屋五个月 房子越来越斜 屋主去年在宜兰县苏澳镇 买了一间套房年底入住 建商也正在隔壁盖二旗 但住不到半年掉地上的东西 开始会往同一方向滚 甚至到顶楼还能发现 隔壁施工中的二旗阴架 原本应该有些间隔 但现在完全紧贴一旗房屋 而且从四月初的地震以来 根本是雪上加霜 本来可能就是120分之一 但现在因为一直地震一直地震 到现在可能60分之一 他们一直说他们有诚意要辅证 可是后来一直反悔 就是使用第三方鉴定的地石 他们要用自己的地石来辅证 那对住户来说就会觉得 你房子都盖成这样子 我怎么敢用你的厂商 倾斜率四十分之一 就达到重建标准 如今越住越协 住户看见商 光是找鉴定技师 就协调未果 二十多户住户 自己整理陈情书 到镇公所陈情 镇长也承诺会全力协助 也已经裂案处理 一安线政府应该 在这个鉴定的结构下 应该要求厂商在第二期 先暂时停工 对此建商在截稿前并未回应 不过律师也说明 如果房屋有倾斜瑕疵 住户可以主张减价 毕竟近期频频地震 房屋的安全性 势必也格外敏感 TVB的宣传 中英的周朗轩宜兰采访报道 而台北市是否也会出现 软角建筑呢 特别是台北市牢屋特别多 我们待会看到 在中山区这栋大楼呢 被人发现 看起来似乎有些摇摇晃晃 地点就在京华底段 南京东路跟一江街口 这里工商的公司林立 而台北市的副市长 李四川也被问到 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否应该积极作为 赶快去彻查 影片中的大楼 因为地震大幅度的左右晃动 虽说这是0403大地震时 所拍下的画面 不过北市议员说 这两天地方群组莫名疯传 担心北市也有软角砂建筑 如果是今天没有地震会摇 大概就 没有地震会摇 没有地震当然不会摇 这山景乎恐怕也是在说 川伯你在说什么 因为实际去看这栋建物 则未在南京东路二短 一江街口相当热闹 那像这种我们会都有全面的发文 建议这些建筑物做耐震评估 你们只有建议 对 或许不是正式的质询厂 就算再不满也只能先按捺情绪 毕竟这一场是讲完率队 来跟民进党议员说明重大法案 不过议员更关心这 要不要做完有两个条件 一个我愿不愿继续再做 那你愿不愿意 第二个是市长愿不愿让我再继续做 本来就这样子 这一段我很愿意 话说得很暧昧 那市长的意思呢 我很警报 我愿意为 你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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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留不住怎么办 你不要怀怒 本个民众党却是两样情 针对科市府任内 被适合的T17 T18 第一上全争议案 离四川更进一步 只对比T16的周标 让人感觉打扫眼 但前副市长黄珊珊反呛 三案都踩最高标 有人误导视听 我讲的是这个T16 它是类似两段标的方式 那T17 18是用这个价格标 我没有讲最低的价格标 还原当天说话内容 但现在江市府要查科市府 任内的案子是事实 TVB的新闻 李国正确换 李学伟 SNG小组 台语报道 好 今天国会令法院呢 同样也是火药味十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视线法庭呢 针对死刑是否违宪 进行了言辞的辩论 同时其实现在呢 根据许多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废死 其实是抱持比较负面的观感 并且呢支持的也相对来的少 那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今天呢 立委谢龙健呢 在面对法务部长的时候就说 是不是大法官来不知民间疾苦 司法可以伤害人民 对于治安的期待吗 所以这个相当具有激烈性 还有对立性死刑 是否违反宪法这样的视线的议题 在国会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我们带您来看到今天 现在我们记得怎么说 台湾官如果非识就对了 后面在那边死刑会更多 属于民怨扮然的压力就对了 会更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骨特的属性的 台湾官都不用讨论 大家都吃饭中了 可以做到台湾官又吃饭中了 扣 人权 什么人没有捍卫人权 台湾官有捍卫人权 我们都没有捍卫人权 那些人去用台湾 他去台湾人的时候 够照着那些人的人权 如果司法不用顧入民意 没关系 但是司法可以伤害人民对治安 期待的感情吗 你看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吃套路 去应征 去用培尼 再带出国 动作可以一个月价格五六万 结果回来台湾的时候 有只减一只 无从丢富减一项 甚至去用骨头 不是在国家呢 不是在前普寨呢 是在台湾呢 甚至送十四年 在安家里摆海 炸骗这么多 你还给你费毒死刑 咱们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